好 主播各位觀眾 這個杜舒瑞颱風呢 雖然它已經登入了中國大陸地區 不過現在喔 其實在今天 對於北部沿海 其實還是造成了一些影響 相繼的現在所在位置是 在新北市淡水的漁人碼頭這邊 其實現場可以看到 還是有一些風浪 而且呢 有一波一波的間歇性雨是下下來 不過雖然這個今天 還是有下雨的狀況 但是呢 其實有一些遊客今天呢 是撐傘 來到這邊要來觀看海景 不過呢 那到底為什麼要撐傘來到這邊冒雨呢 我們先來聽一下喔 那個弟弟想問一下 就是為什麼今天想要來這邊 就是看海景嗎 就是安清班 安清班老師就帶我們來這邊玩 那你們有沒有覺得說 這兩天風雨有點大 有啊 就是有一點風和一點雨 那時候一直一陣一陣 而且雨也一直一陣一陣的下 那時候有擔心說 這個颱風今天來玩會有一些影響嗎 可能會有吧 但是大家都來了還是玩 好可以聽到喔 其實今天喔 這個雖然有下雨 但是呢 有一些家長姐還是帶著小朋友來到這邊 因為趁著暑假時間來看一下海景 不過呢 還是要提醒您喔 今天呢 其實氣象局還是發布了這個路上強風特報 包含像是基隆北海岸 以及中南部 還有像是澎湖的沿海喔 其實都會有這個9到11級的強震風 其中的這個淡水源碼頭 今天的清晨呢 這個關海側站也測到了有11級的強震風 所以提醒您這兩天 可能海上還有天氣還是比較不穩定的狀態 出門都要多加注意了 以上是現場最新 再將閒鏡頭 戰棚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